看过一个故事,老和尚邪小和尚云游在外,路过一条湍急的河,见一个女子急得团团转,不敢过河。 老和尚便被女子过了河。 路上,小和尚嘀咕,师父犯戒,出家人不尽女色。 老和尚感叹,自己背上早已放下,小和尚心里却没有放下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能够困住一个人的,不是事件本身,而是他心中的执念。 老和尚放下了,潇洒自在,小和尚放不下,苦恼不休。 人民日报曾说,只要内心不慌乱,连世界都难影响到你。 人生路上没有那么多关卡,很多难关都是自己的心念产生的。 唯有放下心中执念,才能获得人生的顶级自由。 一,人生的诸多烦恼,皆因执念二字。 上阳府中说,人终究会被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。 世间的烦恼,往往源于求而不得,失之不甘。 若思维学不会转弯,痛苦便会由此而生。 曾经看到过报道,35岁高考16次的唐尚俊,被华南师范大学录取。 这一次,他选择不再复读,报道上学。 走之前去附近坟前,魏记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。 在这之前,他是高考次数最多的在校府读生。 同时,他也荣获了高考狂魔,高考钉字户的称号。 2016年,距今八年前,他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交到身患癌症的父亲手中。 大家才知道,他没有工作,一直在气满家人,无休无止地复读,参加高考。 唐尚俊从小就有清华梦,他的高考分数,只构读一所专科学校。 父母劝为他好好读书,毕业后找份工作,自理更生。 他也深知父母为了凑学费,已经家底掏空。 鲤鱼跳龙门的执念太深,他决定继续复读。 有时回家,看着年迈沧桑的父母,他内心也有所触动。 但他不甘心这些年的消磨,总是抱着侥幸心理,找到继续复读的理由。 高考仅是人生的一战,不是终点战。 考上名校并非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,不必给自己带上枷锁。 后来他说,假若第一年就去上大学,就不会有后来的蹉跎,更不会让执念困住自己了。 人生的诸多烦恼,都是源于自己心中的预念。 把自己逼向绝境的,不是外界而是自己。 曾广先文里道,良田万寝,日师而生,大傻千奸,夜我八尺。 推到心里的那堵墙,方能敞开心扉,走好脚下的路。 人生在世,知足常乐,走出执念,当下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一,设下心灵的牢狱,到哪里都是囚徒。 舒本华说,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,都被自己的认知牢牢禁锢着。 心灵的牢狱,无需高强厚瓦,却把人限制在方寸之地。 因为他只用习惯的方式思考,错误的方式选择。 这种固步自封的状态,走到哪里都是囚徒。 热播剧墨语云间里,长公主婉宁对撞元郎沈玉荣,便有着爱而不得的执念。 婉宁对沈玉荣一见倾心,明知道对方已有发起薛芳菲,也要不择手段去占有。 沈玉荣本是一个穷秀才,薛芳菲违背父亲意愿跟她成亲,多年伴她寒窗苦毒。 为了给她买昂贵的药材治病,不惜当掉母亲的遗物。 沈玉荣却在攀附上长公主的权贵后,亲手活买了她。 然而,婉宁公主有着病态的占有欲,容不得她半点不属于自己。 为了试探沈玉荣,她一边讨好,一边折磨她出气,以此证明她对自己是不同的。 她深知沈玉荣的冷漠,也知道她只是陪自己演戏,为了借势爬得更高。 她甘心被利用,拿自己的权利把她拿捏在手中,让她无法摆脱。 最后,沈玉荣对婉宁下毒,婉宁拿着她送的发簪,刺向了自己。 太想得到沈玉荣的爱,她用决绝的方式让沈玉荣记住她。 婉宁的执念沉默,内心的黑洞无法填满,让自己走上步归路。 起心动念皆是阴,当下所受皆是果。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命运,命运就以相同的方式回赠给你。 执念不散,高墙难倒,设下心灵的牢狱,到哪里都不会自由。 红衣法师说,执于一念,将受困于一念,一念放下,将自在于心间。 感情如此,生活也是如此。 人生本就有所得失,很多事情看得太重,最终会压垮自己。 唯有格局打开,看淡得失,才能在拐角处迎来新的转机。 二,放下执念,是人生转运的开始。 心理学家荣格说,当你的潜意识没有成为意识,那时就是你的命运。 人的念头会支配行动,行动会带来结果,而结果会影响命运。 逆天改命,逆的不是外面的天命,而是自己内心的执念。 三十而已中的顾家,为了跨越阶层,接近名流,他努力挤进太太圈,费尽心思,探听每一位太太的家庭情况,百般讨好。 顾家执念于太太圈层能帮助自家生意,贷款住进高档小区。 为了让合照不被拆掉,刷信用卡,背上限量包包,为了得到更多资源,盘下一个甜品店,包揽太太们的下午茶。 得知李太太要出售茶厂,她没有过多考虑,东拼西凑花三百万买下。 在她看来,这不仅是扩大自家生意版图的机会,也是深层链接太太圈的入场券。 顾家固执地认为,荣进的圈层是划算的,自己盘下茶厂是占便宜的。 没想到,茶厂是一个大坑,不仅账面有亏损,价值报告有问题,资质也已经过期,还有未完结的追溯案。 顾家看清了太太圈的本质,也看到了迷失的自己,彻底放下了对太太圈的执念。 她开始用心经营茶厂,发挥茶厂茶叶品质的优势,努力为茶厂找销路。 她注重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,推动茶厂转型,解决茶农的就业问题,收获了一大片知识。 茶厂为顾家的工作和生活,提供了保障,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。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每一步都算数。 如果价值观扭曲,执念于走捷径,那么总有一天会被现实纠正。 不执念于表面的光鲜,不执着于跟他人比较,脚踏实地做真实的自己,就是人生转运的开始。 放下所有的妄念,允许事情如其所示,你会发现,静随心转,美好定会不弃而遇。 作家瓦鲁瓦尔说,执着于自我与物语者,逃不脱无便的苦海。 人活一世,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 不要化地为牢,自困其间。 懂得放下,才能回归内心安宁。 遇事要像猪背一样,重塑伤口,把生命的创伤变成美丽的珍珠。 放过自己,那些以为走不出的迷雾终会消散,那些以为过不去的苦难终将翻篇。 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,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。 愿你放下执念,拥有人生的顶级智慧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今天长官。 请不吝点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